我一直觉得声音跟人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人的耳朵虽然一直都打开了 但是这种物理性的打开 其实还必须要更加有心理性的 这样的一个开放来相称才好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说 只要我们就是很留意 在这个城市里面居住的各种声音 我们会善待这个城市里面不一样人群的细微的差异的需要 我觉得这个敏感性的练习 就像我刚刚说的 对每个人自己的生活 还有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是很有帮助的 当时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有一位加拿大的音乐教育学家 他叫Marie Schaeffer 后来我们也把他的书翻成了中文 叫听见声音的递进 其实从声音切入其实是帮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 如果我们开始仔细聆听 我们的心就会静下来 如果我们的心静下来 其实我们就会理解人跟自然的关系 理解这个城市生活 应该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 其实是先从近战的那个嗶嗶的声音的改造开始 到捷运里面的那个转程会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一串这样的音乐 然后第二阶段是这个四条捷运线的列车近战的音乐 我们都觉得这些音乐有四位很棒的音乐家来做 大家应该都很喜欢风格也不一样 但即使是这样还是遇到一些困难 当时甚至也有很多人会打1999 抱怨啊 客诉啊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只要透过沟通 设计者也会有一些微调 捷运公司也很配合的做了一些硬体上的更新维护 过了那个不适应期 那事实上大家就慢慢慢慢的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分成两年 在执行的环境 也就是站体 捷运车站的站体的音乐的再设计 那事实上这个是挑战最大的 因为环境是更加复杂的 更加流动的 从一开始我们争来了一些很棒的 这个年轻的音乐工作者 那他们会有一种要为每个捷运站配乐 这样的想法 但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配乐不见得是最好的一种设计方式 要不就是被吃掉 要不就是它制造了另外一个 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打扰的声音 那我们今年的成果 在经过工作坊 经过导师的带领 经过实地上天眼的勘察 我们发现就音乐与环境的这样的一个 我刚刚说的 不会很突兀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应该是贾伯斯吧 曾经说过 他觉得最好的设计就是 乍看已经看不出来的普通设计 很多时候我们在交通工具里面的声音 大致上就是一种警示或者提醒的 这种工具性的效果而已 但是我们如何让这个工具性的设计 能够更人性化一点 或者更优美一点 那对于细节的照顾 还有对于跟使用者的沟通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那个设计本身不张扬 不夸大 但是问题是 他把它做得刚刚好 让一般人可能会觉得 这好像没有特别的设计 但是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 自在 然后他会记得它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次 所努力做的其实 大概就是这个方向 如果我们国家要进步到下一个阶段 我们其实就应该要好好的 对待 这个国家日常生活里面的各种 乍看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却需要很多专业的人 从极小的事 把所有的细节都好好地做到位 我自己觉得还蛮开心的是 从一开始最早 我们还回想那个 刚开始公布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我们对于声音音乐 与环境的关系 那个想象其实相对来讲 是简化的 直白的 薄弱的 但是经历了这四年 我们就会发现说 这个情况有一些改变 当现在在大捷运的国中生 四年前到现在 他们已经变成高中生 大学生 人生会成长 他会到别的地方 他会突然想起 这些具有台北感的 这些小小的元素 坦白说我觉得这个计划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 但是却是很大的成功 感谢观看 出发更多事